七夜九年男女排球聯賽 一日在屏東縣立體育館 進行第二天賽事 第一場是由米之努對上國訓中心 而前一場對台電驚險獲勝的國訓 則是要挑戰本季的九連勝 比賽一開始 國訓就展開一波5比3的攻勢 再靠著戴家瑞的火熱手感 最後以3比1拿下勝利 取得開季九連勝 狼網其實有做到嚇阻 對方的攻擊手 所以說就來來回回 就差了兩分 我覺得今天的勝負關鍵 應該是在籃網跟防守 我們防守變得比較黏一點 接著第二場賽事是由台電 對上目前已經吞下八連敗的康提 全場打來輕鬆 靠著康提過多失誤和低迷的氣勢 以植入山成功擊敗對手 康提吞下九連敗 賽後李瑞斌對今天的表現 也有他的看法 就我們希望就是每一場表現 就是盡自己的本分做好 就平常心就把自己練習手練習的東西拿出來都很好 最後一場是女子組的賽事 台電對上中仙 近期台電狀況火熱 開季以來拿下六連勝 而近日遭遇中仙則是要挑戰他們的第七勝 中仙雖然主力攻擊手陳婉婷缺陣 但是他們還是能夠展現任性 一路緊咬比分甚至頒平 不過三四兩局台電隊總是可以適時掌握住中仙失誤過多 和組織進攻出問題的情況之下 掌握佔局 最後以3比1順利拿下第七勝 記者黃佳怡林靜廷屏東報導 下集團 下集團 下集團